二年四十歲的無線花彈王志文 最近有一份黑衣播劇《隱瞞》當中再度擔演女一 不少網民都帶讚她演技好 希望TVB可以給她更多好資源拍劇 2018年志文曾經憑劇集《三個女人一個因》 勇奪星馬雙鳥事後 更加同時入圍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最佳女主角以及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最後五強 演技備受觀眾認可 但可惜之後她一直不溫不火 有傳TVB要將眾心擺在力捕新人上位 所以這幾年我們可見有很多新人上位 特別是大家都公認被捕得較為明顯的港者蔡詩貝 由2018年至今她的演藝事業可謂是扶搖直上 短短幾年時間就直攀事後寶座 牙怪又不少劇迷都讓一隻默默耕耘的志文感到不抵 而今天更加傳出志文即將約滿TVB來查會的消息 實在令到劇迷難以接受 同期的花彈逐一外廠 難道如今連她都一樣? 有記者聯絡志文求證來查會消息 她沒有承認但都沒有否認 只是回覆表示最近在這裡排練舞台劇 一切都要等她忙完再說 各位老友 你們想不想志文留下呢?